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身上出现这个征兆式 是佛在提醒你该忏悔了 有一个都要警惕 一起来听 我们先看看最像的判断吧 我们怎么知道 身口仪已经背负了重罪要忏悔呢 以下有六种情况 都必须要赶紧的利用时间 把这个罪忏悔掉 否则临命中的时候就不吉祥了 有六种越后面越严重 先看第一个 或心神昏色转头急望 你经常觉得心脑是昏昏顿顿的 就表示你明了性的外面 有一层罪业在遮住你了 因为这不正常 正常人的心明了性很强 你觉得精神浑浑顿顿的 心时浑浑顿顿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无视而常起烦恼 这个更严重了 不但是混沌 你经常莫名其妙 躁动不安 这个业力 就比之前那个更严重了 它不但是遮蔽你 已经有一种活动力开始活动了 因为罪业是躁动性的 善业是寂静性的 第三个 获见君子 而乃然消足 你见到一个有德行的君子 应该要随喜赞叹 结果你反而心虚 这个就是你罪业的第三种状态 到这个时候问题都还不大 都只是业力的问题 但如果这时你不忏悔 继续造作下去 那就不是业力问题 就是破坏善根了 前面三个是增长罪业 是罪业的增长相状 四五六就是善根的伤害了 第四个 获闻正法而不欢喜 听到正法 你应该要欢喜赞叹 结果你反而很排斥 表示你已经是无忏无悔了 你的善根已经失掉了 第五个 获失惠而人反怨 你帮助别人应该得到的赞美 结果人家反而伤害你 这就是金刚经说的 你在弘法或者做义工 本来是在做善事 结果反而产生很多问题 表示你过去一定有罪业 这种情况就是很好的现象了 重抱轻受了 这是第五个 当然这也表示你的罪业要忏悔了 因为善业跟罪业相互的冲击 他会先把罪业给逼出来 第六个是最严重的 夜梦颠倒 妄言失智 这个人已经颠塞倒四了 根本谈不上什么善根了 已经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功德相 什么是过失相了 内心的关照善根完全丧失了 以上六种都是罪孽之相 就是有重大罪业之相 那怎么办呢 苟一类词 急需奋发 舍旧徒心 要把握时机好好忏悔了 这是说什么呢 因为造罪要得果报 先有一个种子的过程 但是这个种子是没有形象的 所以我们很难去看到内心的种子 到底是不是有夜种子 你看不到那怎么办呢 佛菩萨的智慧 就是当你有这个罪业种子时 它有一些征兆出来 我们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 你看到风吹就知道明天要刮风了 这是一种征兆 正常人的内心在为时学上说 一个修行的内心有三种功德 修行人 有修界定会 第一个明了性很强 你的心平常是明了的 第二个它是寂静的 明了就是不暗顿 是寂静 它绝对不能躁动 你平常没有事在那个地方 你的心是寂静的安稳的 第三个是法喜 带有一种淡淡的欢喜 但那个法喜不是外境的刺激 是你内心有一个法 念佛持咒 自然会产生一种法的力量的欢喜 由内心生出来 它不是靠外境的刺激 前面的六种情况 跟这三种功德都不相应 它既不明了 也没有寂静 没有法喜 所以合理的推论 你那个明了心已经有罪业遮住了 有一片乌云遮住了 要赶紧处理了 这是判断忏悔的对象 实施忏悔才能让自己的内心保持清静 忏悔宵夜 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肠 生活中谁也希望自己是个有福的人 能够活得高兴快乐 过得富有 能够心想事成 人生平安顺利 太上感应篇曰 福后无门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我们说一个人有福 就是友好的福报和命运 其实就是一个人所作所为的善恶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个有福的人 一定是自己种下了善的种子 了凡四讯曰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一个人的命运 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一个人有这四个祥照 一定是有福之人 你有几个 一 孝敬父母 百善孝为先 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 懂得感恩 就是做人不忘本 就是为自己赔福 父母是我们人世间最大的福田 一个人 能够孝敬父母 才会活得心恩礼德 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父母是我们的根本 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 做人都有问题 即使日子过得好 也不会受到别人敬重 甚至会被别人瞧不起 有一句话说 人生所有的不顺 皆因不孝父母所致 生活中那些不孝子 自己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俗话说上梁不争下梁歪 一个人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 就是在儿女面前树立了榜样 有良好的家风 你的言传身教 有一天就会得到回报 你的儿女也一定会尊重你 善待你 孝顺你 让你成为有福的人 二 善良为人 心存善良是为人处事最根本的原则 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道 一个人可以什么也没有 但不能没有善良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善良 没有了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就会变得可怕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个人心存善良 就是自己吉祥之兆 才会为自己带来真正的福气 一念为善 福虽未至或以远离 一念为恶 或虽未至福以远离 人善人欺天不欺 善良的人终究会有好报 善良的人也许会吃亏 但一定不会吃大亏 善良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种选择 善良的人能够为别人考虑 能够牺牲自己利益别人 能够帮助别人 吉人所难 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善待和感恩 友好的人员 得到别人的喜爱和敬重 成为有福气的人 三 微笑生活充满正能量 有一句话说 态度决定一切 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 生活就会还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人生能够充满正能量 积极面对一切 微笑生活 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定会苦尽甘来 迎来自己的好的命运和福气 还有一句话说 爱笑的人命运都不会差 生活中有福的人 过得好的人 一定不会愁眉苦脸 一个人能够学会微笑 就会变得乐观 有好的心情 才会皆负影响 感召到好的命运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生活中总是有不公和磨难 无论遇到了多么不顺心的事 都不要去抱怨生活 否定自己 能够充满正气 充满正能量 尽其努力 人生才会有好的结果 四 能够注重养生 有健康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了健康的身体 生命就没有了质量 幸福就会离你远去 一个人什么也没有 只要还有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能够挣来 一个人懂得养生 保有健康的身体 才是真正有福的人 我们这个身体 既能够为我们带来福利 又会成为我们的累赘 当你健康时 年轻时 你不会觉得身体有多重要 当你老了病了 这个身体就会带给你 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一个人年轻时 就能够注重保养自己 到老了还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才是自己的福气 一个人上了年纪 更要注重养生 衰老虽然不可避免 但是能够懂得保养自己 就会减缓衰老 保证健康 如果过度消耗自己的身体 透支自己的身体 有一天就要为自己的身体买单 人生一旦失去健康 生命就不会有多少意义和价值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一个人求福才能够得福 一个人能有以上四个祥照 一定是有福之人 但愿你都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